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謙 今天呢我們要來做一點手工藝 我們要來玩一些紙 什麼是玩紙呢 大家還記得我去日本的時候有買了這兩個 就是紙的戲院 它有點像是手工藝要把它拼起來 那在這邊呢我會選一樣來做 我決定呢我還是選 噴火龍好啦 因為噴火龍比較帥 那我們今天呢就來做噴火龍 噴火龍的這個東西呢 它後面有寫說它的難度是三顆星 對於我來說應該就只是小蛋糕而已啦 好 那我們趕快把東西拿出來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喔 說明書 那它就是等一下應該照著這樣子做啦 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寫說非常非常多層喔 那這個是說明書 那其他應該就是材料啦 材料 沒錯 就這樣兩包 沒了 空了 哇 這樣一疊 這個東西真的很手工藝耶 超級小的 哇 這個至少 我自己一個人做可能要做一個小時耶 這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看來今天不用睡囉 我們把鏡頭拉緊 好啦 那我們先從第一層開始做好了 它好像是沒有寫說第一層是什麼樣子 東西其實蹲的都蠻細的 可以看到它這邊 好像是月亮嗎 噴火龍耶 什麼 哎呀 這真的噴火龍 看得出來嗎 小火龍還有火恐龍 欸我看到它每一張都會給我們編號耶 可以看到它右上角是不是寫了一個編號1 這邊寫了一張編號2 也就是說它的每一個都是照著編號來的就不會做錯了 好的 第一步我們應該是要先把旁邊的這個紙給剝掉 它這邊做得很細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在動弓的時候我們的手要巧一點動作不可以太大 我們先把這個框架拿掉 好了 那我們把第一張紙撕下來之後呢 我看到我手上還有一張這個 這個東西呢 上面有寫說 這是第一張 第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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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四塊呢 是我們要貼在第一張紙上的 我們就先把它撥下來 這四個東西是我們剛剛撥下來的 我們要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把它貼到我們一號紙的背後 那我們現在呢是正面 大家看是反面啦 因為從鏡頭看過來是反面 那反過來之後呢 我要在它後面貼東西 我來看一下要怎麼貼 喔 我們要貼在這個位置 好 那我們準備的膠水可以上場了 膠水沒開 衛生 好的 那我們就把膠水給塗上去吧 補完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貼上去了 這邊呢需要一點技巧 技術高超的人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這樣子就 黏上去了 我們要黏四邊喔 我們現在要來貼第三個地方 最後一個 好啦 那貼完五個之後的 我們第一頁就完成啦 那正面看起來 有沒有很帥 已經有火焰的樣子了 然後名字還非常非常的明顯 它就是讓那個名字的字跑出來 所以才貼那塊白色的 那我們再來要做的是第二張 那我們一樣先把旁邊這個 給拔掉 我們第一步要做的是呢 我們需要準備 白色的烹火龍還有它的兩個翅膀 那我們先把白色的烹火龍給拆下來 它的東西其實非常非常細 我剛其實就已經很擔心 我會不會把一些東西給弄 弄破 拜託不要 好 開了開了開了 好啦 我們把白色的烹火龍拿下來了 白色的烹火龍拿下來之後呢 我們要貼的地方是它的背面 那我們就先貼上我們白色的烹火龍吧 其實我發現貼這個烹火龍 因為它的這個面積很小 所以我就稍微點一下一些重點部位就好了 那我們準備要來把烹火龍貼上去囉 再來呢我們要貼的是翅膀上面這兩片 這個不能太粗魯啊 翅翅翅翅翅膀下來 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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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翅膀下來之後呢 我們要貼的部位分別是 這裡 好啦 那我們已經完成三步驟了 我們貼好三片東西下來了 WOW 再來下一步呢 這一步有點酷 我們要再把這一隻烹火龍蓋上去 有沒有看到嗎 這一隻橘色的烹火龍給蓋上去 它後面這個 支架這麼細 你們有看到嗎 這麼細的支架 我真的很怕 等一下一折它就斷了 我真的要很小心 very very小心 因為它的每一樣東西都 軟的跟骨頭一樣 天啊 我認識的烹火龍不是應該很壯嗎 非常非常艱難的一步 我們稍微用膠點一些部位就可以了 再來呢 我們只要把它給放上來 那我們慢慢壓 慢慢壓一些重點部位 讓它整隻飄在錯的位置上就可以了 好啦 那貼起來之後呢 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我應該沒有貼得很差吧 我覺得我已經 盡了我這個 從小到大的美術之力了 好 那我們還有一個東西 這個是頭 這一片頭 我們要貼的是正面 好 那我們貼好了 正面來看呢 它應該理論上會跑出一個 把揪 非常非常小的把揪喔 因為它那個顏色會顯在那個把揪上 所以我們第二層呢 完成了 耶 我們完成兩層了 我們再來要做的是第三層 第三層要做的是這個 第三層 第三層 然後呢 我們現在來找第三層的材料 這裡有一個 我們把它剝下來喔 第三層的材料 它上面有寫 哇哇哇哇哇哇 最小心凹太大力 不要斷了 不是斷了吧 沒有斷沒有斷沒有斷 你看它上面那個 有多細啊 然後還有一個是這個 不是人做的啊 這個 它就一個卡榫 我只要把那個卡榫弄下來就可以了 然後不能太用力 好 好好下來了下來了 這麼細 第三層的圖片也是一隻烹火龍 不過它 我們要做點綴的地方 只有左上角 紅色貼完了 我們可以貼 黃色的 天啊 黃色的 這個黃色 細到令人 發抖啊 非常非常難的一道工 我終於把它完成了 我們先貼了一個紅色 然後再貼了一個黃色 我的天啊 那我們第三層呢 也完成了 再來是第四層 第四層我們要做的是 這個 第四層呢 有一隻火恐龍在右下角 有看得出來嗎 好 我們要先做的是 先把火恐龍的身體弄出來 火恐龍的身體 用完剛剛那個之後 再來用這個 覺得這個好大喔 啊啊啊 不要破啊 我的天啊 太脆弱了吧 黏太緊了 好 我們現在呢 就先把火恐龍給貼起來 好啦 那我們現在把他的身體貼完了 之後我們下一步 要做的是幫他 上火焰 呵呵呵呵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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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 閃電 小到跟垃圾沒兩樣 我們先把這個 小的跟 垃圾一樣的 東西給貼起來 這真的太小了 好啦 那我們貼完了第一個我們再來貼第二個也是 這也是腳 哇這個貼的超棒 不得不說超會貼 再來第三個呢我們要貼的是頭上的東西 好了那我們終於把我們的火恐龍給佈置完成了 再來呢還有他的尾巴 啊他的尾巴還沒有上我們的那個小火 他的火焰有點像是兩層的就是有那個漸層式的就對了 我等一下貼起來你們就懂我在講什麼了 好我們幫他上了第一個火之後我們要幫他上第二個火 他是有那個順序問題還有那個樣子問題的喔 真的不是隨便亂上的喔各位同學注意聽好囉 好啦那我們終於把他的火給上好啦 那我們的第四張 第四張也完成了 再來呢只剩下第五張跟第六張了應該快了應該快了 我們終於快把他完成了 這是第五張第五張呢上面有一隻 小火龍應該是要佈置那隻小火龍吧 我們要先準備的東西有這個月亮 我們剛剛 看到的這個很像是月亮的東西 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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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的第四張 我們剛剛的第四張呢在他的正面我們掃貼了一個東西 我剛剛發現了在這裡 喔還好他有標示 這是幾號耶不然我剛剛都會忘記我們趕快 補上來補上來補上來我剛剛差點要結束第四張了 好補上去之後他就真正會跑出他的眼睛了 有吧有啦有啦有跑出他的眼睛 再來是第五張第五張我們要先把他這個月亮給拿下來 我們要先佈置我們小火龍的臉 臉 臉了之後呢我們要這個月亮呢是他的 嘴巴 好了 嘴巴完成囉 嘴巴完成了之後呢我們只剩下布置 小火龍就結束了我們要把他翻到背面 翻到背面之後呢我們先把他的材料準備好 好那我們先把這些小火龍的配件給撕下來 我們要先準備的是白色的 是他的 皮膚 那我們先貼他的身體 把他身體貼上去之後呢我們再來要補上的是紅色的這一塊 紅色的讓他有這個火焰的感覺 好啦我們把第二層他的火焰貼上去之後呢我們在他的腳上 還有一塊 這麼小這麼小頂頂的東西我的天啊 然後我要把他給貼上去囉 這個小東西 是我今天貼最久的我的天 那貼完之後我們要把他的火焰貼起來 火焰燃燒吧 耶我們火焰貼完了然後最後一步 應該是最後一步了吧我們剩最後一個東西要貼了 就是要裝飾他的火焰 只有一個還這麼小 你們看得出來嗎 這麼小一個 覺得下次做這個要拿 夾子 不然 你的手會一下子就把那個弄壞了 好我終於成功把他貼上去了 超級小一塊你們看得出來嗎 真的超級mini 好 我們終於把他全部完成了 最後呢我們就是要把他 組裝起來 這個就是第六頁了 那第六頁我先把他拿下來 等一下呢我們組裝的過程中 就是把一到六頁給 拼起來 然後他就是一個立體的紙電影院 他上面自己這樣寫的啦 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拼裝的道具 他有分大中小 我們先排一下 這是一 這是二嘛 唉唷 三 我現在看不到喔 你說你們看得到喔 有點帥是不是 四 四是這一隻吧 哇 天啊是不是有點帥 然後五呢 五是哪一頁 我現在有點興奮 五是小火龍 然後第六頁 應該是這樣子吧 天啊 我自己都沒看到啊 掉了掉了掉了 這樣子六頁 看很帥嗎 有點帥耶 好我現在趕快把他組起來 越來越興奮了耶 這一定超帥的 好了 我們已經拼完六月 不過 還沒有結束 我要先把 他給固定住之後 我再把他拿起來給大家看 對我現在要有點 耐心 大家等我一下 好了 我終於完成他了 沒錯 把他全部都給拼上去了 雖然 好了 我終於完成他了 天啊 是不是超級帥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我自己看一下 我剛剛拼完都還沒來不及看 這就是所謂紙的藝術耶 他利用前後 然後還有那個 層次 然後把他變得很像是 這樣子 很帥 他利用那個前後 然後還有層次 然後把他整張圖變得 超級 立體 今天總共做的 只有六張 可以看到其實他擺放的位置 跟前後 其實也有很大的差別 就是前後會顯現出來的這個 畫面也會不太一樣 天 天啊 超有 成就感 做這個真的超級有成就感 真的是超級帥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做的這個 紙藝術 就到這邊 結束啦 如果大家還喜歡 我們這一集做紙藝術的話 別忘了 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我才可以做更多更多的紙藝術給你們看喔 啊對了對了 在影片的最後呢 我還會送出一個 皮卡丘的紙膠袋 還有皮卡丘的貼紙給大家 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這一張噴火龍的紙藝術 在你心中佔多少分 滿分100分 最低0分 佔多少分 留言在底下告訴我 你就有機會可以得到 皮卡丘的紙膠袋 或是皮卡丘的貼紙喔 趕快去底下留言吧 而且還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讚喔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